由西角碼頭坐街道大約15分鐘 就到達鹽田寺 大約300年前 一對客家陳勝夫婦在這個小島定居 因為產鹽為生 所以這裡命名為鹽田寺 由於小島資源有限 村民都紛紛搬走 最後那個搬走二十多年了 越來越荒蕪 初初來上都上不來 因為滿了 好像樹林一樣 路都沒有路來走 近這十年 經過一群村民和義工努力 鹽田寺再次回復生氣 五年前 還吸引了一對料事夫婦入住 成為蘇八年來 守名外姓租行 市區住了這麼多年 厭宴 玩一下 沒甚麼要做 你就找些東西想想 他簽下租約時 村屋已經空置了大約二十年 是一間破難的村屋 早上晚上進入香港做裝修 這樣就做了一年了 雖然村裡裡裡裡外外都殘破不堪 但凡是沒有結構問題的 他都保留下來 好像瓦頂 木樓梯 地磚 灶頭 黃樑梯有圓有荒 因為圓的是圓莊 荒的是新的 其實屋外的環境更加吸引他搬來住 這個郊區的空氣好 租又便宜 又多東西玩 如果天氣好 一出門口就覺得好像出了街 又有陽光 又有太陽 又可以出海 又可以耕田 市區就行街看戲吃飯 之前他住在居屋 現在半道村屋還可以養寵物 街道班次梳落 兼且有時限 往返交通也不方便 我自己開船 我的船五分鐘出去 很快 連原居民認為最不方便的事 他都可以解決 打算住多久呢 這裏租約租了十年 起碼住十年 我扔了這麼多裝修錢 住回舊館